這個毛病現實的 就很想再讓大家 因為我其實是覺得 OK OK 謝謝 謝謝 他們用澳大利桿的這個 謝謝 謝謝 好 所以這個是新建築 但是 我們會感覺到 它跟完全的新建築 真的感覺不一樣 所以我講的是 我覺得 現在做設計的過程當中 他會去抓 原來建築物一層一層的那個 比例分割 這個跟我剛剛在講 我們大道成的都市設計者 適取同工 所以其實世界上的趨勢 是在適時建築古蹟旁邊 第一個我講 你盡量比較簡單 第二個就是 我們其實是抓精神 而不是要去模仿它 這樣子你的年代才會分出來 所以這樣也是做得很棒 然後他們因為我剛剛放了好幾個 他們在廣場上都會有衣水機 然後他們都會有很多的櫥窗 尤其是節慶的時候 那個櫥窗都布置的超美的 太美了 然後都要直接給大家看一下 尤其聖誕節的時候 那他們還有很多 那他們還有很多這些的雨坯門吧 那這個也是設計的一部分 它可以表達出那個風格 所以我們其實去看一個都市 其實可以看到非常多 那日本的我們最前景的 大家也去過 那這個是在橫濱 橫濱的一個舊紅燈倉庫 原來是倉庫 然後他就把它轉化成商店街 而且他們就是非常嚴謹的照樣修復 所以兩棟中間的廣場 就變成是半結婚年齡最好的地方 但是唯一要小心的就是風超大的 好 我去了好幾次 有兩次就有新娘的結婚 這個風很快出去了 其實要 但是就是很浪漫的地方 就那個大海 這樣子的兩棟的紅燈倉庫 裡面其實他們的展覽空間 做得非常的好 好 就是怎麼展示這個房子的歷史 怎麼展示這個地區的歷史 那其實我覺得這次大家來西茫村 可能是你們來拼演兩次前期去參觀過 或等一下來參觀 我覺得這次這個團隊也做得很用心 來展示不只是西茫村航 還有這個附近的你們發展的歷史 所以這個我不曉得大家能看到 他其實樓梯是做透明的 他就是要讓我們大家看到 這個其實是一個破道 這個破道是當初倉庫要貨物 送貨物其實是直接退下來的 那他現在就坐成階梯 可是他又不想把它改掉 他就做成玻璃的 那讓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所有的東西 這些日本人的修復 還是都是以尊群的原貌 所以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紅燈倉庫這個修得很好 然後他們裡面就可以看到 原來的門 倉庫的門 原來的縫頂的屋頂 真的牆壁其實都留下來了 但是已經全部變成商場 那這個呢也是一個新舊建築的 這在紐約超高層大 而且也是一個全世界的大師 他們都能設計的 他們的這個跟我們剛剛介紹 叫業績土地的那個新方 或者是類似的 下面是一個老房子 你看他上面加了多大的東西在上面啊 所以基本上 他是只留了一層皮 好 這是模型啊 在大吉的時候就在想 哇我怎麼樣把新舊來結合 所以最後蓋出來是這樣 老房子都留下來 新房子展開上面 那這樣子當然沒有 我在講最好的就是老房子都留了 可是當不行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方案就可以到 我們在地面層的時候 我們可以享受到原來的樣子 可是裡面呢 因為他其實真的是一個超人很大的 所以你看他的大結構跟舊牆 這等於舊的建築在這一次的案子裡 其實真的只留了一層皮而已 這個當然是我們覺得是比較普適 所以我們在有一些案子裡面 會希望至少留一兩個柱具 或者有一些原始的空間在 所以這個大概滿滿的 那我只是告訴大家說 這個就是在女人的案子裡 那他畢竟還是可以在這裡面讓大家感受到說 他曾經就正如是什麼樣子 但是裡面其實那個起訴是 因為他的超多錢大的太大了 他這個的例子我自己沒去看過 但是我非常想去 因為太漂亮的美氣館 這個是一個我們講工業營運 以前我們臺北市裡有大瓦斯 更年輕的你不知道 在國建館那邊一個大球球 上面寫大台北瓦斯 這個都是很可怕 從後來都牽走了 所以這個呢就是在市區裡 以前蓋著煤氣館1900年 可是那個時候的風格 他們是用紅磚 明明是不開口的 他一把他做得非常的漂亮 然後要開掉了 還好他們沒有餐 他們把他變成社會住宅 百貨公司辦公大了 我再跟你講 因為台北市最近在推公共住宅 好 那這個就是一個 舊的工業集圖 改建的非常好的案子 所以本來是裝煤氣的爐子 我不敢講煤氣的湯 火煤氣館 結果後來精塗之後 每一個設計師 這個就把它 他有旁邊蓋了用心的 裡面四大洞 每一洞的機能不一樣 所以下面要改成商場 然後中間那個空的部分 加了天靈 有點難的心愛中天 所以這個案子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社會住宅的案子 那而且呢最主要是 把原來非常有故意的 而且他原來這個 供照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好我跟你講 雖然照片模糊 我們想知道他細部 大概都可以看到 而內部 建的師透過他的巧思 他又可以把所有的活動都混合在一起 那又可以保留他原來的構造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力 所以我們現在在講老房子 其實我現在講的也就是工業 民主要把它放進來 那所以華山的舊倉庫 原來也是倉庫 不是房子 我們也希望留下來 台北機場 台北機場 在金華城對面的台北機場 有好多大的倉庫 我們也希望留下來 因為他可以保留我們隊員 來這個城市的機密 城市發展的歷史 那同時新的用途也可以讓我們去體會 那個很不一樣的空間 這樣就很奇怪 那接下來就是全世界十大美麗的書店 這十大美麗的書店 基本上幾乎都是舊房子館店 當然最美的圖書館 我們北投圖書館也有看吧 但是這個呢 是就是英國的書店 就是他是整個城鎮都是以書為主 所以甚至這個圍牆 他都會去做 整個小鎮都在賣舊書 所以他們大家都會自己寫 那我怎麼樣跟他書 這個扯上關心齁 所以這個你就可以看到齁 所有的圍牆 所有的書店 好 那這個呢 欸就那個剛剛點開過來吧 這個是教堂改的書店 欸教堂也會被廢棄不用 那我還沒有 餐廳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這樣 做個大壽 你都不要這樣 我來唱 我愛你